他离了犹太帝到加利利去 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叙迦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我们看到地图 从犹太帝或是犹大帝要前往加利利 其实一般犹太人从犹大帝要去到加利利的话 会绕过撒玛利亚 因为他们非常不喜欢撒玛利亚人 或者是说他们非常鄙视撒玛利亚人 而耶稣却特意选择要经过撒玛利亚 并且他就是要去一个城市名叫叙迦 叙迦这个城市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称他为事件 大家很熟悉事件了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为什么犹太人这么不喜欢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到底是哪一群人呢 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看到 所罗门王国后来分成北国跟南国 北国的十个支派后来就先被掳 他们被亚述国所裸去 亚述国对于所占领土地或是民族的一个策略呢 就是让他们签订 让他们签到一个不属于他们原来所居住的地方 这样这些百姓呢 很难跟那个新的地方认同 会有很长的一段适应的期间 或者是他们会跟当地的人混合在一起 就失去他们原有的文化跟认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地图上 这个白色的地方 比如说哥赛哈拉 马代人的城邑 这个就是后来亚述将北国十个支派 所迁到居住的地方 这个为什么叫撒玛利亚呢 因为北国的首都是撒玛利亚 那么我们看到在地图上 这个褐色的部分 包括古他 巴比伦 西法瓦因跟哈马 亚述国将这几个地方的百姓呢 迁到这个原来北国的地方 就是我们后来称为撒玛利亚的地方 让他们去那里居住 所以有一些人没有迁走 他们还在原来的地方 那大部分都是从其他地方所迁来的百姓 住在原来北国的地方 因为亚述王国的迁徙政策 所以使得当时在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之间 大部分国家所惯用的这个亚兰语呢 成为西亚的通用语言 这是因为大家相互迁徙的缘故 而且这样的情形维持了几个世纪之久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 他们日常生活所说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亚兰文 那么在圣经的里面的新约圣经 有一部分也是用亚兰文写的 在圣经里面怎么样记载 有关于撒玛利亚人的起源 以及他们的状况呢 我们就要看到 猎王记下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 这样说 亚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玛和西法瓦因 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 代替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 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 不敬畏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 咬死了些人 有人告诉亚兰王说 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 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 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 咬死他们 亚兰王就吩咐说 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 使他住在那里 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 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裸去的祭司回来 住在伯特利 只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 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 各为自己制造神像 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秋坦的殿中 我们看到32到33节 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坦的祭司 为他们在有秋坦的殿中献祭 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 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 好我们最后跳到第41节说 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 他们的子子孙孙也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 我们从这几段的经文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撒玛利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族群啊 他们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不是犹太人 都是从其他各地所移民来的 因为神拆狮子在他们中间咬死了许多人 所以亚述王说那就把那地的祭司呢 找一个来教导那地之神的规矩 不要得罪那地之神 当然神是超越时空的 不是只住在北国撒玛利亚之地 不过既然神要维持那地的捷径啊 圣经记载这是神所拆遣的狮子 咬死他们当中一些人 以至于后来有祭司回来 他原来这个祭司是从撒玛利亚罗去的 原来是北国的祭司 所以回来教导他们一些有关于敬畏耶和华的事 并且在秋坛里面献祭 这当然是做祭司啊 可是是在秋坛不是圣殿当中 那里没有圣殿 在秋坛当中献祭 可是呢 人们听归听 一方面呢 又拜他们自己的神 不管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就拜他们原来的神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混杂的一个信仰 这个族群也是非常的混杂的 他们并不是原来的犹太族群 但是呢 撒玛利亚人自称是以法连玛拿西和立位人的后代 他们有正统的旧约信仰 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 不接受先知书的 因为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原来是以法连玛拿西半支派和立位人 有一些立位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他们自认为他们是这些犹太人的后代 在以色列人贝鲁归回之后呢 就要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 撒玛利亚人觉得他们也是这个信仰其中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们就想要前去帮助建殿 这个是在以色拉尼西米记当中可以看到的 可是后来呢 犹太人拒绝他们的参与 因为认为他们的血统是不正确的 而且他们的信仰是混杂的 不够圣洁 不可以参与建造圣殿 所以从此之后呢 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就有很深的仇恨 因为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 那么撒玛利亚人呢 觉得犹太人拒绝了他们 所以他们阻挠建立圣殿 像森巴拉多比亚那些人 他们就是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被拒绝之后呢 他们自己就在基利新山上就建造另外一个圣殿 用来跟耶路撒冷的圣殿向抗衡 一共有两百年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 仍然有一些撒玛利亚人的存在 他们都是穿白色衣服的 他们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穿白色衣服 他们仍然在太基利新山上敬拜神 可是他们原来建造的圣殿 被犹太人拆毁了 所以双方的仇恨是非常深的 但是耶稣要去撒玛利亚 因为他在那里跟人有一个约会 被他约会的人呢 还不知道自己跟神将有一个相遇 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到了叙迦 也就是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上 他在基利新跟以巴路山的中间 大家记得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之后呢 摩西叫他们一半在基利新山上 一半在以巴路山上宣告上帝话语的 祝福跟咒诅 就是如果他们听从上帝的话 他们就会有以下的祝福 如果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话 就会有以下的咒诅 这是在圣令纪第十一章 如今耶稣又来到世界城 现在叫叙迦了 他跟这城里面的一位女士 有一个约会 有一个相遇 这个城市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井 雅各井就是雅各所挖的井 其实并不大 可是有水 所以当地人会靠这一口井而生活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那时约有五正 走路困乏 五正 我们看到五正就想说 这个是中午十二点 那一定是很热的时候 耶稣很困乏 可是在原文的里面 这个五正就是第六十 第六个小时 那当时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式跟罗马人是不一样的 犹太人是日出之后到日落之间的这个时间呢 他们分做十二等份 一时二时三时四时这样子 可是罗马人就不一样 罗马人所用的时间跟我们现在就很像 就是从零点到中午十二点 然后又从中午十二点到半夜零点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是第六小时的话 按照犹太人计算的时间是在中午十二点 可是按照罗马人所计算的时间应该是下午六点钟 无论如何呢 就是耶稣走路困乏了 就是又辛苦又疲累 他坐在那个井旁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前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所以只有耶稣一个人在井旁边 看到有人打水就向他要水喝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经过刚刚牧师解释的彼此之间的恩怨 尤其那时候男人跟女人在公开的场合说话的话 在当时的文化是需要有丈夫陪同 就是女性需要有男性陪同 那么这个女性没有男性陪同 可是耶稣还是对他说话了 所以他说你一个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并没有来往 第十节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 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第十一节夫人说 先生 你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第十二节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 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更大吗 所以在这里啊 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讲话有一点是嘲笑耶稣的 你都还跟我药水喝了 你还跟我说 我认认识你是谁 你就给我活水 你给我什么样的活水呢 在当时啊 你讲的活水就是像河流那样子 是活水就是它是会流动的水 你自己连咬水的东西都没有 你就是没水喝才跟我要水啊 你还说你要给我活水 难道你比雅各更大吗 我们看到这是另外一轮开始啊 从天上来的人就讲天上的事 从地上属地的人就讲地上的事 所以他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全员直到永生 耶稣回答说你要活水吗 你要活水的河流吗 这个活水的河流不在外面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他永远不会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直到永生 所以我讲的这个活水是在人的里头 不是在外头 而且你喝了这井里的水还要渴啊 你喝了我的水永远都不渴了 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心中是有饥渴的 他是有渴望的 这里的渴代表他有一个很深层的需要 所以他说那么你就把这水赐给我吧 叫我永远都不用再来打水了 第16集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刚牧师讲过如果男子跟父女讲话的时候 是要另外一个男子陪同 应该是要他的兄长或者是他的丈夫 所以耶稣说那你去把你的丈夫找来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这有点奇特哈 耶稣本来跟这个妇人讲的好好的 有关于活水 而这个妇人也已经向耶稣要活水了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要去接人的苍疤呢 明明知道 这个妇人她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需要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她有五个丈夫 然后现在这个又不是她的丈夫 可见得啊 她过去的五次的尝试都是失败的 不论她的丈夫是全部都去世了呢 还是跑掉了呢 还是丢弃她了 反正在她生命当中 她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渴望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她很渴望婚姻家庭 她很渴望 有人爱她 有这样一个伴侣的关系 所以她尝试又尝试 她一共尝试了五次 然后到现在这一次呢 她就没有跟她结婚啊 现在的这个丈夫只是同居啊 所以严格来讲起来 所以严格来讲起来也不是她的丈夫 所以耶稣说 你说的这话是真的 你没有丈夫 可是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然后还有这个是同居的 到这里 妇人的反应会是什么呢 你想想看 如果你被一个陌生人 莫名其妙的揭开了你生命当中 最深的渴望 跟最深的渴慕 而且是非常尴尬的 非常羞耻的一个过程啊 要满足这个渴慕的一个过程 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第十九节妇人说 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 然后她就转了话题 她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导说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好 所以这妇人的反应很有意思啊 她没有立即的逃走 好像不想要面对她心中的 这个很大的苍疤跟最深的渴慕 她也没有去抵挡 耶稣所说的这话里的内容 想要去掩盖她的尴尬 掩盖她的没有得到生命可求的一个失落 或者是羞耻 她反而用一种另外的方式 就是转移话题来减轻她的羞耻感 或者是失落感 不用再继续面对她里面这个很深层的渴慕 失落第十九节妇人说 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 所以她马上就把焦点转移到耶稣自己的身上 她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 你们的应该讲的就是激励信山 她说你们的祖宗说敬拜要去耶路撒冷 马上从这个生活就谈到这个宗教 其实这件敬拜的事情跟她目前讲的她生命的渴慕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可是应该是用这种方法来掩饰她的尴尬 所以她马上就谈起来 也就说我们两个既然你是一个宗教人士 你是一个先知嘛 你是宗教对宗教知道的人 那我就问你啊 我们的祖先是在激励信山上敬拜 你们的祖先却说要去耶路撒冷 耶稣也使用她所找的这个烟幕弹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 如今救世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父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妇人说 我知道弥赛亚 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 好 我们在这里看到 耶稣在指示 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 不必要注重 在这个山敬拜 在那个城敬拜 重点不是在哪一个山敬拜 不是在外表的形式 而是在于内心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这个讲到心灵 讲到灵 就是我们内心的最深处 并且和诚实 这诚实就是真理的意思 所以我们拜父呢 我们对神的敬拜 要从我们内心最深处来敬拜神 并且要在真理的里面敬拜 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啊 他们想要寻找神 可是他们找不到 他们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 也许他们去庙里面 拜拜或者是去信其他的宗教等等 他们也是非常的虔诚的在信仰 可是他们却没有在真理当中 所以耶稣告诉这位妇人 真正敬拜神的话 你要用你的内心最诚挚 你的灵还要在真理的里面来敬拜神 我父就想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 因为这样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 好所以在此耶稣已经回答我们先前所遇到的问题 是不是 某些人一定要去约旦河受洗啊 一定要去某些地方觉得那里才可以遇见神 可是在这里耶稣就说了要用灵 要用我们的心 还有在真理里面敬拜神 因为毕竟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电啊 那要用我们的内心的最深处来敬拜神 就等于我们已经在上帝的殿里敬拜他了 所以重点是实际 就是灵根真理 第25节 夫人说 我知道尼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 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所以这位女士在说的是 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可是尼赛亚来了 他就会让我们都知道 所以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 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 只是没有人说 你是要什么 或者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意思就是 没有人问他说 你是不是需要什么 所以才找他 或者是说 你为什么要跟他说话 门徒都没有问 只是感觉非常的稀奇 很奇特 28节 那夫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 往耶路撒冷那里去 我们看到 这个撒玛利亚夫人 在这个时候 她已经接受基督了 而且她扔掉她的水罐子 大家记得她原来要来这里是做什么事呢 她要来打水啊 结果后来碰到耶稣之后 她感觉非常的兴奋 她里面的一种很深刻的希望被知道 被认同被感觉被重视 有价值 这样的一个渴慕被满足了 就因为耶稣说出他一生的故事 就好像有人在旁边不断的看顾着他 才会知道他曾经经历跟发生过的一切 当一个人 他的内心被肯定他的价值 他是谁 他有了原点跟坐标之后呢 这个人就可以有信心 他就得满足了 他得饱足 所以他真正喝了耶稣给他的活水 他就不必要这个水罐子啦 其实耶稣跟这个女士应该两个人都是 在生理上是非常渴的 很渴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 这夫人得了活水了 就把水罐子放下 然后到城里去向众人诉说 耶稣所行的启示 她竟然知道我过去所做的一切事啊 所以众人都涌来靠近耶路撒冷 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 想要看看这个人 第31节 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 拉比请吃 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 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34节 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 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再说一次 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你们起步说 到收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 举目向田观看 庄家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公价 积蓄五穀到永生 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俗语说 那人撒种 这人收割 这话可见是真的 我差你们去收 你们所没有劳苦的 收别人劳苦 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那城里有好些 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 都给我说出来了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为耶稣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旧是主 大家还记得撒玛利亚人 是怎么来的吗 他们是一群混种的百姓 他们并不是所谓的 纯粹的犹太人 也不是纯粹的 属于他们原来的民族 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 他们是谁 他们想要被犹太人所接纳 可是别人不接纳他们 这样的一件事呢 是从他们的祖先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群人的心中 每一个人的心 我想可以等同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心 想要被认同 他们想要被确认是有价值的 他们想要找到他们自己 被接纳 接受爱 有一个身份认同 他们听见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经历 也同时感受到 心里的渴望是有盼望的 因为有人在关注他们 所以他们就前来寻找耶稣 这期间门徒买食物回来给耶稣吃 大家记得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 是极其困乏的 可是他却说 我有食物吃 什么食物呢 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接下来他要对门徒所讲的 就是做成父的工作 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吗 那应该是距离当时的时间到收割的时候 可能是一二月 那收割的时候应该是五六月的时候 但是我告诉你们 举目观看庄家已经熟了 举目观看什么呢 我们看到后面的几节经文就知道 当他们一举目观看的时候 是看到很多穿白衣服的撒玛利亚人 向他们涌来 收割的人得公价 积蓄五谷到永生 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从自然界来看 天里的庄稼 还有四个月才需要收成 现在还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们 庄稼已经熟了 所以耶稣是用自然界的比喻来说 灵界里面的实际 是什么呢 不必等了 现在人们就已经非常渴慕 他们已经非常渴慕了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带去给他们活水 然后收割他们 意思就是让他们进入到上帝的国 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说 我不急着吃饭 而且我不饿 因为我的食物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翰的安排 首先讲到耶稣的困乏 当然门徒也非常困乏 因为他们走路走了一天了 所以他们是又渴又饿 然后又碰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她也是渴的 所以她来打水 那么耶稣告诉她说 你若喝着井里的水 你喝着世上的水 你一定还会再渴 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的满足我们 有些人说 哎呀 假如现在我有一千万就好了 哎呀 假如现在我有一辆好的车子就好了 假如我现在有一个好的婚姻 我有个好的丈夫 我有个好的妻子 那么一切事情就会好了 我的生命就会更好 我的生命就会得到满足了 事实上不会的 你不管喝什么事上的水 你都会再渴的 唯有一个活水全员会让你永远不渴 那就是耶稣 他这个活水全员 另外当门徒赶快买食物回来吃的时候 尽管耶稣很饿 他说我有食物 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无论是水或者是食物都是人生存的基本元素 基本的需要 可是在这里就在耶稣以及他四周人非常饥渴的时候 耶稣将天堂而来实际上的水跟食物赐给大家 并且对他们讲明 这个妇人呢 他丢下罐子就将他所得到的这个活水去传播给其他心灵干渴的人 而看到这些撒玛利亚人涌向耶稣 想要得到真理的时候 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 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了 人饥渴 需要活水 需要真正的食物 所以他说我拆你们钱去收割庄稼 虽然不是你们种的 但是你们可以收 为什么不是他们种的呢 因为这些人的饥渴啊 已经累积了好久好久了 不是他们种的 可是他们可以来服侍 耶稣按着撒玛利亚人的要求 在那里住了两天 对他们讲述天国的真理 所以这些人说 过去我们是信了这个 报信官先驱者 这个伴郎 虽然他是女的 这个伴郎前来报的信息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因为你的话 而是因为我们碰到了救世主 耶稣基督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个救世主的名号 他的头衔 既不是犹太人给的 也不是门徒给予耶稣的 而是撒玛利亚人 他们认出了 这弥赛 不仅是犹太人的弥赛 乃是全世界的弥赛 他是来拯救整个世界的 所以他们说这真是救世主 撒玛利亚人得到了真理 真正认识耶稣 知道他是拯救全世界的 好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里 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的活水 还有每一天领受上帝给予我们的工作 他赐给我们话语 赐给我们每一天新鲜的旨意 让我们去遵行 好让我们可以从天领受 新鲜的麻纳跟粮食 这些才是维持我们生命真实的食物 你每一天有没有感受到活水呢 有没有感受到从上而来的食物 可以满足你真正的渴慕 真正的饥渴呢 如果你的理念还感觉 有未被填补的渴望 不论是过去的失落 缺乏困惑 当来到耶稣的面前 领受这活水 领受从上而来的食物 接下来我们就要将我们的感恩 以奉献的方式来敬拜神 请大家预备好 更多了解刘戴华博士的服饰 及支持荣耀时刻频道 请参阅以下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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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